那你怎么不说你太阳那个事呢 爬山的时候他把我自个儿扔山上了 那时候晚上都十一点半了 而且还下着雨 爬哪个山 泰山吗 泰山 对 那天的时候我就是因为记起来到 我说你能帮我先拿一下手机吗 可能我声音太小了他没有听到 然后我就随口抱怨了几句 因为当时是在下山 所以说每个人都很累了 然后我就抱怨几句 然后他也烦了 然后他开始冲着我耍脾气 然后他就掉头就走了 而且泰山上到了晚上之后都是黑的 而小商铺都关门了 基本上二三十米才有一个路灯 你知道考虑过我当时的什么感受吗 他去哪了 他去山底下坐着等我了 他跑得那么快呀 对呀 我本以为是 他可能跟我闹闹小脾气 然后在前面可能走上二三十米 坐个地方等着我 但是我没有想到 他直接跑到山脚下了 然后我走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你的 就一开始爬台山 就一开始上的时候 第一个台阶的时候 那时候就已经下雨了 我说就是明天跑 他非说今天 就今天爬下雨 我说爬 然后俩人就在那爬 他就是说爬半山挺累的 其实我也在抱怨 因为下雨啊 你们是登顶之后往下回 还是其实就没爬上去 就没爬上去 在半山腰上了 就是说一抱怨 我就直接就是山脚上等他 你知道他下来干啥了吗 下来二话不说 把包抢走了 直接人在前面走 我在后边跟着 他把包抢走了 你傻呀 包那么重 你走下路你还抢包 他那个专业是啥 就是他在前面走 他在前面走 我也害怕 把你遇到坏人怎么办 他就一直往前走 看一出租车 直接一白手走了 你呢 把我自己甩下来了 那你怎么不说你呢 那我下山的时候 我多生气 我多委屈啊 那我下来就可能你 你起来抱一抱我 或者安慰安慰我 或者哄哄我 那我就不至于这么生气了呀 那我下来之后 你什么态度啊 你对我特别冷啊 那我可不就拿着包走吗 再说了 我下山的时候 我所有东西都在你那儿 你背着我的书包下去的 那我当时 我的所有的什么钱包啊 移动电源啊 以及我的伞啊 所有东西都在你那儿 我就身上就拿了一个手机 还剩下百分之不到三十电 那你就不担心 我在山上出什么情况吗 女生是觉得 这小子变了 对不对 讲那件事 对